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跟大家介绍逸仙公园 逸仙公园大门为典雅朴实的宗室派楼 并看上讲终胜,亲笔所提,国夫实际馆编额 公园内的日式建筑为日治时代台北著名的高级料理亭 梅乌夫,商界大亨或民事都是当时座上宾 台湾总督府委托所拍摄的电影《台湾实况介绍》中 曾把梅乌夫的一季表演列为台湾二十景之一 孙中山反台四次,第一次来台为1900年 该次来台停留台湾达44天 此间获得菲律宾制武器一批,得到台湾总督府支柱该起义的承诺 知名作家李敖曾以孙中山下榻梅乌夫的实施 承诺,直称孙中山1913年的台湾之旅有标记行为,曾引起农民的严重抗议 1950年,蒋中正于一线公园清廷,匡复中华的起点,重建民国的基地,十四志并立碑建廷,以纪念国民党建国六十周年 国父很早就发现赵林的重要性 生前一直致力于倡导国家赵林以及改善名声 设立了农林部,并下设三林师 蒋经国李登辉也在1987年植树节 在公园内守着两株龙伯树 公园种植了杜鹃、黑松、罗汉松、葫芦株、龙伯、松竹梅 加上甲山、池塘、灰狼、曲桥、流水等庭圆